在装车之前咱们先回皮 也就是先称一下秤 称完秤下棒去装玉米 装车的这个地方有点太窄了 不好掉头 挺费劲 我在这转要老半天了 然后这边吧 还有点湿 一道车还反滑 它不听话呀这轮 我在这前拉后哨了 雇佣好几下子 咱就得原地打轮了 这空间不大 不锁桥吧 一个轮爬不动 锁上桥吧 就不听话 直干的 直到啥叫直干的吧 问问老司机啊 他们会告诉你 装车之前先把维布挂上 做好装车的准备 幸亏小时候我们都在农村长大的 要不然这个活我们都干不了 现在这运费 这油价 顾思机就得赔钱 现在就等着装车了 看乌鸦可在这望天呢 咱不知道在这看啥呢 来一下吧 爬梯 我给他抱起来 他都不等我抱 我抱着去 我们姐俩还在这扯淡呢 这边都开始装开了 赶的装赶的提车 我让乌鸦给车里坐着挪车吧 一边挪他一边吃 装完车一试 还缺600公斤 让铲车过来给补上得了 往后倒太费劲了 地方也窄 技术也不打地 装完了 他开始把扇布盖上 扇布也盖上 车崩好了 咱们就可以出发了 得有1700来公里吧 全程底路啊 不敢走高速 现在走不起高速 要是我自己跑 就得四个小时一休息 休息20分钟 走底路上哪休息啊 哪有路边啊 没有停车地儿 所以说就让我家乌鸦 跟我俩一起受罪吧 我们俩让人换得开吧 终于